我們知道這次的疫情 其實影響到最大的經濟是現象 現象 就是跟人有關的 比如說餐廳 甚至像培訓機構 甚至像KTV 其實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在線上我們是接單 是 畢竟訓練同情是有成長的 那現在問了你是 這個單怎麼去消化 接單是一回事 就是有這個需求 但是你做不出來 因為沒有辦法生產出來 還有剛剛KTV提到的物流也是一個問題 我如何接到單之後 我能夠順利的把這個物流交到我的客戶手上 現在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早點時工大家都在搶 非常的嚴重 這搶的情況到底有多嚴重 你想看看一個開發區域大概有幾百家工廠 可能他現在只能供應一個到工的人 這個時候他要給誰 工資你有聽到比以前要高幾倍的嗎 我目前聽到的是五倍的工資 五倍的工資 今天大小是防疫 大家來 我是蕭子欣 今天我們要來聽聽看台商的心聲 那麼台灣希望能夠做到全面的防堵疫情 因此呢 現在從台灣回來了 不論是旅客或是台商 那麼都要採取這個隔離的情況 但是這個情況之下也造成了很多的台商 目前是滯留在當地 尤其第一架的包機回來之後 竟然發現在機上其實有確診的情況 那麼也讓第二架的包機遙遙無期 但是接下來在兩岸往來的台商們 要如何繼續讓工作能夠順暢的進行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兩位資深的台商 到現場來好好的聊一聊 首先先歡迎 那麼在中國經商超過30年 這是金玉集團董事長康明媛康董 主星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呢 則是這個順羽集團 上海公司主管何介順 學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看到在中國大陸 那麼既然是交通的情況有隔絕的狀況 那麼兩位現在有沒有就是不論是親友 在中國大陸現在被困住 然後交通沒有辦法往來的情況 我的自己的小舅子就是娶了武漢的老婆 那麼她剛好在過年前就從武漢回來 所以她回來了 對 她回來 她回來了 但是她現在回不去了 她回不去 然後她老婆帶她孩子去日本 OK 結果從日本回不到武漢 一個在台灣 一個在帶小孩子去日本旅遊 然後從日本被隔離 然後飛機也不飛了 然後又擔心武漢的這個父親長輩 那整個心情是可想而知 那又考慮到底是要從日本回來台灣呢 還是要從日本回到武漢呢 那最後不得已 還是由大陸的這個派了飛機到日本去把 在武漢旅遊的一些路客 借回去 但是武漢這一次的這樣的一個影響 確實是幾乎是已經是一個封城 已經是一個死城的一個情況 所以現在目前應該說是回到武漢 可是連下樓都不能下樓 建政學長呢 我雖然常住上海 但是不慶祈會回到台灣來 那這次很幸運的就是 我回到台灣來的事情是在12月底 那是在回到台灣來開會數值 在疫情之前 在疫情之前 但是在12月份 我們就已經有些許的耳聞 那因為我過去都認知在外商 那所以也經歷過 在台灣有經歷過SARS的事件 那我們常常在管理上講到一個就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過去的經驗 然後去面對解決現在的問題 然後去面對未來的挑戰 那其實過去的經驗對我們來講很寶貴 就是我們可以提高 我們對於問題的一個反應的速度 但是不是真的能夠解決現在的問題 跟面對未來的挑戰 我覺得因為是新的狀況 我們其實這個部分還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之前雖然做了一些準備 但是沒有料到說 這次的問題會這麼嚴重 所以在回應上面 我們雖然有及時做準備 那還是有很多東西會受限到 政府的一個政策的一個要求 然後必須去做配合 而政府先前基於這個人道考量 是開放陸配的子女來台 但是後來政策做了轉彎 那麼這個衛福部長陳時中 他是說當初選擇了國籍就要自己承擔後果 所以也有這個小民事件的討論 不過這當然這個抉擇 當初台商怎麼樣再做這個決定 那麼孩子到底是要入哪一國籍 很多的朋友一旦考慮入配 我基本上我要在這邊特別跟大家分享 大陸是一胎化 是最近這兩三年才開始 所謂的可以二胎 那當在一胎化的時候 我想到現在為止有大部分的入配 都是現在大概有幾十萬人 那當然有選擇 留在大陸也有選擇來台灣的都有 當初是怎麼做這個選擇 這個選擇基本上我想應該有幾個考量點 第一個是因為台灣跟大陸的整個的 有一些文化尤其是家庭 基本上台灣沒有一胎化的問題 大陸是有一胎化的問題 所以既然一胎化 那所以不管今天是女兒還是兒子 都是只有一胎 那所以不管他的父母 還是他父的父母還是他母的父母 都必須要靠這個一胎來繼續照顧 那如果今天他的父母是有身體有狀況 那基本上他就不一定會願意說 今天直接來台灣 因為這樣子他照顧上可能會出一些問題 所以他當初會做的選擇 包括他選擇台灣籍要選擇中國籍 他的選擇有什麼不一樣 考量會是什麼 OK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今天他願意放心的來台灣 因為大陸那邊有朋友或有親戚可以照顧 那基本上他當然就會選擇台灣 讓孩子選擇台灣籍 對 就會台灣籍 那包括我的小舅子的兒子都已經拿了三分證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沒問題 可是拿了三分證之後 因為職業的關係 所以他們其實還是一樣在武漢 那選擇中國籍的考量又是什麼呢 主要還是一個彈性就是 彈性 就是如果在十二歲之前 你先選擇中國籍再轉換成台灣籍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一旦選擇台灣籍 要恢復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想這是一個比較一般的一個思考方式 不過就這個問題我想我提出另外兩個角度來去做思考 第一個就是在疫情剛發生的時候 我們看到日本政府的態度 他是不論國籍一律照顧政府負擔 那個時候是各國稱讚看好 但是一台鑽石公主號就讓日本破功了 如果今天停在基隆港的不是保平信號 是鑽石公主號台灣怎麼辦 然後第二個是今天發生這個狀況是一個特殊狀況 就是在疫情發生之前沒有這個狀況 就是兩萬來往是非常正常 所以如果我們行有餘力 我也希望這一切能夠恢復正常 我們能祈求就是今天政府在宣導 大家做全民防疫的時候 大家要做好自主管理 因為防疫是每個人的責任 但是以現在武漢的狀況幾乎呈現封城的狀態 那包括了我們看到 那麼這一份統計資料上面有提到了 武漢是完全呈現戰時管制 就是非常嚴格的管制 那麼在那裡的產業有IC半導體 有金屬零件等等 那麼有這些台廠 另外上海 鄭州 蘇州 深圳 重慶 南京 那麼都是屬於這種封閉式的管理 那北京同樣也是 那麼當然也都有很多的產業在這裡 第一個就是產業鏈有沒有可能斷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以這些工廠公司來說的話 現在在這個工作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物資根本是缺的 不是缺的 是完全面臨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危機 我舉個例子 上游 因為當整個人跟人不能接觸 那麼物流也全部停止 那麼上游是缺料的 所以現在在談到說 所謂的復工 那這個復工 基本上有這個老闆要復工 員工要不要復工 還有員工願意復工 可是他回不到 交通上根本就到不了 交不到工廠 所以今天上游是缺料 生產缺工 那生產完了以後 下游又沒有物流 沒有辦法出貨 就三段幾乎這個都是斷的情況 對 那我想特別提一下就是說 台商其實在這 最近這兩三年 都已經陸續的在考慮產業外移 到越南 到緬甸 還有各方面都在佈局當中 但是沒有想到這次的情況 幾乎是措所不及 所以現在就是考驗 整個台商在整個 目前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如何能夠把 已經接到手上的訂單 還有全球的供應鏈 能夠盡量的避免 一個最嚴重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些我們其實 並不是這一次碰到 才在進行 但是現在的危機的情況 是我們必須要馬上去 再尋求其他更多的一個資源 當然我想應該說 這一次也是應該是 台商好好的整合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互相協助 因為任何一個訂單 我強調說 只要你今天發生問題 而你沒辦法解決 那麼訂單 不是集單 就是轉單 然後最後離開了以後 其實訂單 就不一定會再回來了 軍事長 你現在處於是在台灣 能夠持續工作的狀態嗎 是 通訊是沒有問題 不過想談一下 就是2月10號復工 上海跟這個禮拜的不同的狀況 那2月10號復工 因為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 其實世界五百強 還有主要的中國的大企業 在上海都是有辦公室的 那2月10號雖然政府開放復工 但是大多數的大企業 還是持觀望態度 所以我了解 大概九成的企業 都是採取居家上班 然後所以我的同事回報 就是辦公室都其實還是空著的 是 然後而且所有的餐廳 其實都是沒有開門的 所以其實在復工上面 是有一定的困難度 但是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到2月17號 我聽到的是大部分 八成的企業都已經復工了 甚至部分的大樓內的星巴克 或是便利商店 現在都是有開幕的 所以對於企業運轉來講 目前是暫時還可以 但是有些企業還是採取居家復工 但是對於大多數的企業來講 其實使用手機或是使用電腦 來去做遠端的一個工作 過去還是熟悉的 所以目前在這個部分 還是沒有問題 那最大問題還是在於 剛剛康董提到的 就是人跟人的接觸 目前還是低的 所以我在上海看到 無論是在公共交通的使用狀況 或是街上的人潮 目前還是看不到 那我照順語來說的話 是做健身器材 那辦公室的復工 大概做一些靜態的作業沒有問題 可是應該也有工廠吧 對不對 那工廠在哪裡 那現在這個復工的情況怎麼樣 要能夠真的做到這生產線 要重回到疫情爆發前的狀況 應該還需要蠻長的時間吧 是 這個部分辦公室跟工廠的方式 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辦公室就是開工的 然後我們到辦公室上班 或是居家上班 這個方式都我們是開放 讓員工去做選擇 可是工廠的復工是需要審批的 那我們很幸運 就是我們申請審批是有通過 官方單位的審批要去申請 是 我們是有復工的 但是困難是在於說 我們大多數的員工是還沒有辦法返工 雖然都通知到了 但他們可能遠在湖北 或者是他們的交通 要經過這些眾議區 那所以他們的回到返工是困難的 或是無法倒工 那我們在開發區的部分 缺工慌慌是非常嚴重 大家都在找 非常嚴重 大家都在找工人 搶工人 而且即使能夠順利反工 他也要接受14天的隔離 所以等於真正能夠上到生產線 又是14天以後的事 是 所以這是最大的挑戰 那還有另外一個風險就是 我們是不是能夠確保 反工的人都是健康的 萬一有任何一個確診 那這個代表復工 再次復工是遙遙無期 幾乎你可以講 這個工廠就是要宣布倒閉 而且如果說當中的確 現在有案例就出現了 在工廠內 那麼有群聚感染的狀況 那麼這是在重慶 那麼工廠之內的群聚感染呢 公司內部兩例確診 跟131人有密切的接觸 那麼會就像剛才這個學長所提到的 你只要一個工廠裡面 有一例確診 甚或是兩例確診 那麼接下來 他所面臨的 因為你先前要簽切結書 後續的可能就是法律的問題 跟所有的狀況 全部都要隔離跟停止 那對於公司的營運 會造成非常大難以預期的影響 這個就像我剛剛特別提的 就是說因為企業復工 那企業如何復工 因為我們原來是一個完整的生產線 那麼完整生產線 當然需要是按照原來的計畫 是延銷都必須要全員返工 但是現在復工的情況是 有些可能20% 有些可能30% 有些可能50% 20% 30% 工廠可以運作嗎 沒有辦法運作 因為如果只有部分的人返工的話 那這個情況就變成企業 就算復工批准 也可能也是很難復工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萬一復工 結果因為復工帶來場內感染 只要有一例出現 那這個經營者如何承擔這個後果 這是難以承受的成本嗎 對 這個就是很擔心 因為潛伏期基本上 有14天 有可能21天 甚至有可能不一定會發燒 可是他其實是潛在者 那另外一個是說 如果順利復工 那物流怎麼解決 今天我生產好 可是貨出不去 那這樣子的復工 跟原來是復工完了以後 是生產完了以後 是要去交貨的 可是沒有辦法 那第四個是說 今天很幸運的 連交通也恢復了 物流也OK了 結果可能因為出貨 而把病菌帶到國外去 你說在物流運送的過程當中 那本身這一些商品 要交的物件 在本身上頭 也可能會有一些感染的情況 是 所以說這些當然都是一個假設 但是 也都不排除可能性 身為一個經營者 我們台商事實上 考慮的會比路商更多 那路商現在目前是 完全是一個非常恐慌的一個情況 所以目前大家都還是擔心 疫情是不是某種程度 還是有被隱瞞 並不是完全是實在的一個數字 所以大家的心態 現在應該是比較保守 穩健一點點 那在這時候 適不適宜採取比較積極的作為 比如說去招臨時工 到現場能夠讓這個生產線 趕緊的上線 讓公司的運作能夠恢復正常 但是現在在疫情也許還不明朗 甚至還會繼續延燒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企業它就面臨兩難 它必須要比較穩健的作為 還是要比較積極的作為 目前的狀況其實非常有趣 我們知道這次的疫情 其實影響到最大的經濟是線下 線下 是跟人有關的 比如說餐廳 然後甚至像培訓機構 然後甚至像KTV 其實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在線上我們是接單 是比起去年同期是有成長的 那現在問了你是 這個單怎麼去消化 接單是一回事 就是有這個需求 但是你做不出來 因為沒有辦法生產出來 還有剛剛有提到的物流也是一個問題 我如何接到單之後 我能夠順利的把這個物流 交到我的客戶手上 現在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就還是一個狀況 就是說你要比較穩健 比較保守一點 還是真的要積極的去把這個單給做到 達標 那可是以現在在中國大陸 您在工廠裡面運作的情況來講的話 有什麼樣積極作為的可能性 甚至我們現在思考就是 我就現有的生產線 我是生產原來的產品 還是我有可能生產現在需要的產品 這是第一個思維 第二個是在銷售辦公室的部分 如果原先的產品現在實體的 比如說包括安裝 或是包括運送 都會有挑戰的時候 那有一些是現有的物流 或是現有的需求 我們是可以去滿足的 我們也朝這個方向去思考 那招臨時工的情況呢 招臨時工大家都在搶 非常的嚴重 這搶的情況到底有多嚴重 你想看看一個開發區 大概有幾百家工廠 可能他現在只能供應一個 倒工的人 這個時候他要給誰 誰能夠搶到 你要用怎麼樣的工資 能不能負擔的值 這個都是挑戰 工資你有聽到 比以前要高幾倍的嗎 我目前聽到的是五倍的工資 五倍的工資 好大概搶工搶的這個情況 不過呢 這是因為工廠有這個需求 那麼在招臨時工的時候 現在可以用五倍的成本 來吸收工人 趕快回到生產線上 好不過另外一方面 那麼就長遠的 職壓發展來講的話 那麼相信如果在兩岸之間 有這個工作情況的人 現在也面臨了 必須要去做一個抉擇 甚至是一個斷點跟思考點 我們來看 這是這個統計資料 在轉職之後 要續回中國的比例 跟轉職之後 不回中國的比例 好就是在這個武漢封城之前 所做的統計 大概是一半一半這樣的思考 那麼還是有大概五成左右的意願 要到中國大陸去工作 好但是呢 我們看到在疫情爆發之後 這個部分呢 已經增加了63% 就是轉職之後 就不回中國的比例 那麼這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到中國去工作 現在成為一個可能不去的選項 因為這個疫情的爆發 但是在年後 有這個所謂的轉職潮 那麼現在面臨這樣的情況 兩位有沒有遇到 有這樣在思考的 不論是高階的經理人 或者是公司的職員 其實當一個企業發生 有什麼任何的一個危機或問題 就在裡面工作的人最清楚 公司的業績到底是往上升 還是往下降 到底有沒有不穩定的狀態 那原來就已經很險峻了 那現在又碰到這個武漢的肺炎 那我想這個離職潮是必然的 所以就是看尤其是核心幹部 或者是台商怎麼樣去應對 這個所謂的 因為只要核心幹部 確定要離職或不回去 那對台商的影響更是深重 那為什麼我剛剛特別提說 在2009年的時候 我想現在已經不是談離職潮的問題 而是到底未來 會有多大多嚴重的倒閉潮 這個是我們我想 不管是在上海 在大陸任職的幹部或員工 連經營者都是非常非常擔心的 人才是企業的基石 我們再來看到這個統計 那麼在陸台人的求職意向 那麼在疫情爆發之後 回到希望能夠回到台灣的 大概佔比高達百分之九成五 然後另外還有包括 東南亞歐洲等等 大概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一左右 那學長你怎麼看這個情況 我想我們如果談到台商 那基本上就分企業組跟高階經理人 就是專業經理人的部分 那我還是會回到一個供給跟需求的方面去看它 那無論改變是需要成本的 然後轉值是需要風險的 所以在這個評估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 那只是說這個疫情會不會變成一個 最後的一個拍板跟決定的因素 那我想這個部分的影響是有的 那人還是會選擇一個他熟悉跟能夠相信的環境 我想這也是這個統計 為什麼會顯現這樣的一個結果 您的意思說綜合性的考量 包括這個薪資 包括發展的願景等等 工作的環境企業的規模 但是疫情現在也會變成是一個考量之一 對不對 這會變成一個最後的一個變數 最後一個變數 好 那兩位怎麼樣看接下來 在疫情發展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 疫情是不是看得到終點 第二個是 那麼對於這個經濟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因為現在傳播媒體非常的發達 所以大家都清楚說這個病毒 基本上要疫苗 那當然還要至少要三四個月的時間 經過很多的過程 而並不是隨便的一個疫苗 被分離出來 或者是被研發出來 就可以馬上派上用場 那第二個是 因為病毒 他是比較擔心 比較怕高溫 所以大家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必須要以最壞的情況來打算 就是假設今天是到五月六月 那麼溫度高了以後 才能夠真正的減緩 因為畢竟現在可疑病例 確診病例 我想都有可能到幾十萬 那全世界目前有二十八個國家 基本上都確診了 我會認為它會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漣漪效應 第一個我想我們現在看到的 第一個衝擊到的就是交通 跟服務業 那這樣會降低一個消費上面的一個需求 那再加上製造業上面的供給 沒有辦法接續上去 那我想這個影響不只是在中國 亞洲 甚至是一個全世界的一個連鎖效應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要去 應該是各國政府都要 及早去因應跟思考 好 企業的今年需要高瞻援阻 那麼在疫情的影響之下 今天看到兩位台商到現場來現身說法 當然無非還是希望 在這個疫情的過程當中 企業能夠好好的營運 大家都能夠賺到錢 好 非常謝謝兩位到現場來 今天大小事放映 大家來 阿姨 大小事 在那裡 hospitals 臨到底 大小事 臨 大小事 臨